七一前夕连三恐吓 香港壹传媒遭人丢刀 昨天早上约五点半 香港壹传媒公司大楼 一辆计程车高速驶过 后来员工在大门口发现 计程车经过时抛下一把菜刀 恐吓依未浓厚 警方已经将菜刀作为证物带回 正在调查作案凶险和动机 壹传媒主席黎智英获知此事 心情未受影响 照常喝早茶表示不用理会 明天是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16周年 争取民主普选的香港民众 每年7月1日都会上街游行 这次的恐吓事件 可能与黎智英旗下的报纸 推动七一反政府游行有关 此事件已经是两周来 第三起疑似恐吓事件 19日凌晨 壹传媒主席黎智英在香港的住所 遭人用轿车撞坏大门 事后还在门口留下斧头与开山刀 本周三一辆运送香港苹果日报的货车 在凌晨准备卸货时 两名扼煞持刀将工人赶走 纵火焚烧车上报纸后逃逸 黎智英前天受访时表示 他会不计代价参与七一游行 众新闻综合报导